9月22日消息 又到了ARCH数码闲聊站的一句话爆料环节 今晚他带来的消息是魅族又一款新机M461Q已经获得备案 同时搭载骁龙8Gen3的魅族21系列机型上市节奏却有提前 不过他起初并不确定是否为21系列 之后声称确定这就是魅族21系列新机 骁龙8G3新机全员提前 关于新机的细节信息 ARCH数码闲聊站称这代机型的升级点主要是核心配置 同时外观变化不是特别大 此前报道同样是ARCH数码闲聊站 他在今年上半年透露称 预计为魅族21系列的直屏旗舰采用超窄边框设计 配备居中单口屏幕 后置三摄延续了上代魅族20系列的数项排列 整体设计变化不大 此外该博主还表示 魅族新旗舰主射采用5000万像素大地主射 标准版采用直立中长焦镜头 后版尚不确定采用直立中长焦镜头 还是前往式长焦镜头 魅族于今年3月发布了回归旗舰魅族20系列 其中包括魅族20 魅族20Po 魅族20Infinity无界版三款机型 均搭载骁龙8Gen两处理器 值得一提的是 魅族20系列为魅族手机被吉利公司收购后首款产品 随后 随着领克08车型正式上市 魅族20Po还推出了一款领克08定制版手机 首发价4788元